五一节假日出行 而且是去一个著名的大景区 你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 非常痛苦 大概给你们说一下 我是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 才看到了这个大名鼎鼎的麦基山石窟 原本是可以开车直接到达景区内 但五一人太多了 只能将车放在外面8公里处的停车场 然后坐公交车从停车场到景区 到了景区游客接待中心后 已经是大中午了 我简单的吃了点午饭 然后继续前往景区 结果好家伙 还需要乘坐3公里的观光车 到麦基山石窟下面 然后又开始排队买票坐车进入 到了站点后 好家伙 还要走上接近一公里的路 才能到站道入口处 没关系 咱们最终还是到了 好家伙 还是要排队一次进入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我终于到入口处进来了 这人太多了以后 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 悬空站道真的安全吗 于是我全程提心吊胆 如绿薄冰的完成了这次石窟探险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分叉的路口 分叉的这个路口它有1号线而2号线 因为是五一节假日浏览的人次太多了 它现在采用了一种应急旅行路线 在你进了1号线你就不能返回了 进了2号线也不能返回 也就是你只能进不能返回 我要去看最大的7个石窟 所以就选择1号线 而且1号线是登顶最高的那个地方 你先让我上来 你先让我上来 来往前走两路把路口让开 爬过第一个比较艰难的抖梯啊 上来以后呢你就会在右手边看到一排这个石窟的这个雕像啊 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个铁丝网 然后看到这里面的雕像 注意看啊 每一个就是雕像的神态都不大一样 而且每一个雕像的神态看起来都很严肃啊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佛像要看起来给人一种庄严 所以他们在雕刻的时候 就是雕的这种 看起来很严肃的样子 我看到一位孔高的大姐 你们知道吗 孔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碰到又碰到一位孔高的 抱抱 你不要哭 哈哈 走在这样的悬崖步道上 不知道你在屏幕面前是什么样的感觉 反正我是瑟瑟发抖 总担心脚下一空就掉下去了 对于有恐高的人来说更是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其实我害怕的不是在这悬崖上 而是有这么多人 让我总担心这个楼梯没办法承受 可能是我有被害妄想症吧 待在这里的每一刻 我都是心惊胆战的 现在在咱们身后的 就是那七座最大的洞窟 就在这样的一个石壁之下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来到这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古时 你很难想象那时候的开凿工具 以及人们的智慧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悬崖壳壁之上 把这个洞窟凿出来 而且在我们屋顶啊 就是头顶这个位置 其实它以前有那个房檐的 屋檐的这个位置 就是后来 掉了 没了 关于麦基山石窟 其实已经有不少朋友拍过了 我再深入的去讲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今天就给你们讲一些 我听到不一样的地方吧 麦基山石窟呢位于甘肃省 天水市麦基区 这些石窟开早于麦基山上 整座山高142米 海拔1576米存有221座洞窟 10632升 泥塑石雕 1300余平方米壁画 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被誉为东方雕塑 异塑陈列馆 石窟始建于后勤时期 兴于北位 由于在古时 天水这个地方 地震较多 许多石雕都被地震给震塌了 就比如这观音菩萨的头 从正面上看 头是歪的 因为被震掉后重新固定的 还有各类泥塑石雕等 在一号县登顶后 你可以近距离看到一处石雕 脚下踩着石牛 其原形是印度众神之一 它的坐骑是牛 后来演变到中原佛教中以后 这头牛的意义就特别重大 因为这头牛只要张张嘴 就会引发地震 于是天王就将它踩在脚下震住 为了保护天水的一方安宁 关于这个说法是来自于民间传说 至于真假 我也不得而知 我们现在要经过一个比人还要矮的一个小洞 这个小洞呢 它代表什么 当时修建这个洞的时候 呃 就是为了 表达一个意思 众生 平等 呃 不管你是 达官贵人 还是 平民百姓 来到这个地方 都得俯身从这个洞穿出来了 我们从这个洞穿出来以后啊 可以看到这儿有一树雕像 这树雕像呢 它下面踩着 一头牛 看到没 这头牛 它其实代表着 踩着啊 就是把这个牛固定好 因为在天水这个地方的话也会经常发生地震在以前 然后呢 这个牛要是但凡脏脏嘴动动眼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会发生地震 然后造了这样一树雕像踩着它的寓意就是 希望 通过这个石像能够震住这个地方的地震 我说真的 其实这个地方还挺 挺吓人的 有被害妄想症啊 就总感觉这个会塌 麦基山石窟开凿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 洞窟就像风潮一样密集 站到凌空架设层层相叠 如此惊险陡峭而又立体的建筑群 如今却能抵抗八级地震 所以我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从顶层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很多大门紧锁的石窟 这些石窟的游览费用是不包含在门票内的 也就是说你要进行单独付费 才有工作人员给你开门观赏 那么这么多锁起来的泥塑石雕 你知道看完要花费多少钱吗 我粗略计算一下 大概在两千多块 如果你问我 让我再掏钱看其中的一个洞窟 我会选择哪个 实话告诉你 我肯定会选择看洞窟 因为这座雕塑是释迦木尼最小的一名弟子 更有趣的在于从正面看的时候像孩童 侧面看的时候像中年男子 背面看的时候像沟漏的老人 这座雕塑的寓意是刻出了人的一生 从年幼时期到老年 而且在该石窟内还有一块碑纹 这块石碑上雕刻的是释迦木尼的一生 从他出生到成佛的过程 都有记录 像我身后看到的一些石窟就比如说他锁着门的这个石窟 这个是你得另外再花钱才能看到这个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石窟大家应该知道 东方微笑 那个石窟呢 他讲的就是那个雕像啊 你从正面看的时候像孩子 从侧面看的时候像30多岁的中年人 从后面看的时候呢像那个就是老头啊 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很感兴趣的话 倒不妨花钱试一试 但是我呢 你们懂的 因为我一下都很结局 我现在呢 从那个石窟下来了 下来以后呢 他在出口的这个位置 其实有很多 吃东西的地方 所以我建议是一早来到这个地方游玩 游完了下午 就是中午时间差不多 你早上一早来到这个地方 玩了差不多就是两个小时 你如果说 想仔细的看啊 两个小时时间把这个石窟看完 看完以后呢 就是 中午时间刚好下来 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吃饭 我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武艺人太多 所有人都比较烦躁 我也是一样的 比较烦躁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什么呢 确实这个石窟 它的历史底蕴包括时刻的给你的那个视觉的震撼 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让我觉得有所值的这一趟旅游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像那个观光车 以及车只能停在外面 再坐观光车进到里面 再坐观光车再进来 这有点堪 真的 其他的还好吧 咱们就视频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朋友就点赞 关注一下 拜拜 你们知道我的这种痛苦吗 就是我录完结尾的视频以后 但是发现 我的行程并没有结束 我还要在这排队 坐车 返回 停车场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我是简小白 爱妞 某某的